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望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专门制购物狂的方法 百事百灵 为什么敢够胆这么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购物狂 而我用了我自己的极简方法之后 训练到现在已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了 然后最近我建立了群以后 大家一起分享这种极简的经历过程 很多朋友都说百事百灵 一般情况底下现在都是大部分都是不买了 最多以前买十样 现在最多买一样两样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特别好用 一定要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被这个购物狂这个点给套住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喜欢疯狂的买买买 其实我经过总结之后 我们大多数人买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是负责任的 它是有很多原因在里面的 有的人是生活压力大 挣了钱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花 然后就还靠买东西来满足自己的 来奖赏自己的这种辛苦 还有一种人就是说生活没有目标 就觉得买买买就是幸福 买买买就是快乐 他就把这个设为成了目标 还有一种人平时很节省 但是给自己不舍得买 比方说很多家庭主妇 自己不挣钱在家里边 给自己买不舍得 但是拿老公的钱给孩子给老公给家里买就舍得 也是买一大堆的东西 其实很多人购物的都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 也就像是一种像吸毒一样 你去买一样东西让自己快乐 买一样东西让自己快乐 然后因为他们人生没有目标 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真正的让他快乐 所以他就用这种东西像吃药玩一样 吃一点开心吃一点开心 直到无法自拔不能戒掉为止 所以购物狂可以算是一种会上瘾的一件行为 而我们是怎么可以从购物狂来改变的呢 了解我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买东西没有偏好的 什么都买 就是因为而且加上我自己本身是水瓶座 又特别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 所以家里边从大到小各种各样的 就算我不煮饭 厨房里面的锅碗瓢本小工具 只要是我家里没有我都可以拥有 但是现在社会发展了 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 什么特别的奇怪的 我全部都买来家 我到现在清了一年多了 还没清完 比起很多说是给以往学极简的朋友 但是他们家清的已经比我家还干净了 但是最近也是非常受鼓舞 我现在忽然间觉得 自己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了 昨天晚上也是睡不着 起床之后就大清扫大整理了一番 我以前的衣柜就是满满的衣服和鞋子 总之堆的满满的 甚至都没有空位置 在这一年之内极简下来之后 我现在这个衣柜就变成了 就昨天晚上我食到了一下 大概这个格局又转换了一下 同我上次和大家分享已经又不同了 但是我还没整理完 我等我整理完了之后 我再详细给大家照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面墙是衣服 甚至都没有满 然后呢也是我的化妆间 我现在呢空出一个台子来 甚至那里可以做我的办公室 就是我完全可以 把那里当个小桌子 然后写东西 然后坐在那里看书啊什么的 就是我一个小小的衣帽间 竟然现在变得空间好大 我可以拿来做好多的事情啊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都感觉我的家 忽然间变得好大 好宽敞 好多空间啊 是这样的 所以呢这也是极简的一个好处 那我们再往深入 更细致的来讲一下 到底什么具体的行为 可以让你改变购物狂 这个坏毛病呢 好啦 要揭晓啦 那就是开始细数 你所购买的东西 你家里拥有的东西 我们家里边呢 一个是东西多 喜欢堆积 然后呢还有东西 还有的呢就是 东西喜欢乱放 不能分类 让你无法知道你拥有什么 像我以前就是东西找不着 或者需要什么 就会买去找去买 然后从来没有想过 啊我有没有 怎么的 这是一个习惯 并不是说你家里没有 或者是 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去解决习惯的这个想法 你唯一可以想到就是去买 像我女儿明天呢 家里面要开派对 她说要请同学给大家吃饭 他们的同学自己拿东西来了 然后在后花园吃东西 可是呢 我家里集检以后呢 我家里边其实是没有足够凳子给他们做的啊 当时我就说你看 你开派对 我还要为了你出去买凳子 这是因为这是我第一个所想到的就是 我要出去买凳子 可是呢 今天要去买了 我忽然想到 我曾经帮妈妈收拾家的时候 在她的车房里面 我发现了有十几二十几个凳子 那是以前呢 就是餐馆不开 从餐馆里面拿回来的凳子 我一想 怎么还用买呢 我可以暂时借用一下呀 用完了 我最多再给它放回去咯 现在呢 就是说 当你的头脑不再想购买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然会找到去解决的方法了 而我现在解决了一样事情 我又不用乱花钱 我又不用往家里添加东西了 所以我们购物狂的 总要心理就是 第一时间先是购买 而且不知道家里拥有什么 东西多到太多了 像我群里面分享 他说 哇 我竟然发现了 里面有八个九个 这个抛苹果皮的这个刀 而且我还发现的是 当我们喜欢购买东西的时候 比方说我脑子里边 总是 啊 我喜欢买灰色的衣服 我就整天买灰色的衣服 甚至同样款式 我都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买的时候 我是没有负责任去想的 我买回家 我也没有穿上身 我也没有仔细看 我就扔那了 我可能就忘了 等我真正细心整理的时候 我发现 同样的款式 同样的颜色 我可能有四五件的衣服这么多 所以细数家中的物品 可以首先让你知道的是 你拥有什么 当你要去买的时候 你就会想 啊 这件衣服 我有四件 我不需要再买了 所以这一点 就已经让你打消了很多购买的这个想法 对不对 而我这个购物狂呢 也是一路走过来的 就是也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呢 我都想过 都遇到过 首先第一点 我细数了家中以后 我不会再去 就是拥有的 不用再买了 可想而知 我该拥有的 已经全部都拥有了 我家里边几乎是所有的 穿的也好 不穿的也好 备用的也好 全部都有了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这种 必要 意义去购买 所以这已经减消了购买的念头 可是我们购物狂 在街上看到了美丽的东西 哎呀我都想买怎么办呢 OK 现在呢就到了第二步 细数完了家中东西之后呢 我们要学极简 对不对 我们把多余的 OK要极简掉 或者说不用的极简掉 就光扔东西或捐出去的这过程 我就会在想 哇我当初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呢 哇我拿出去扔这个东西 多贵呀多浪费呀 虽然说捐给别人穿 也是一种帮助他人的行为 可是想想我当年浪费了多少钱呢 这个极简的过程 这种心痛的过程 就是疗愈你 防止你再买东西的一个重要过程 越心痛啊 这个这个痛点越痛 伤疤越深 OK以后呢就不会乱买东西了 像我个朋友说 我刚刚扔了 刚刚捐了一个一万多块钱大衣啊 然后还有朋友说 他捐了三百多只口红 不是扔掉了三百多只口红啊 我说哇塞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你扔的时候 我相信绝对比你买时候 买的时候 要负责任多了 所以在这个扔的过程 可以让你重新调洗 你的思想 调洗你的这种 不负责任的心 让你更加的 每扔一样东西 就像扎了一针一样 知道痛 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呢 就不会再要去 把东西乱纳入到你生命当中 而且又这么不负责任的 放在那里 或者是不负责任的 就把它给扔掉了 我讲着讲着 小猫就爬上来了 打个招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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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的就是这两个 两个要点呢 就已经可以让你意识到 你的购物给你带来的 后果是什么了 而我在经过这两点之后呢 我就已经可以几乎是 就是不想逛街了 对逛街已经不感兴趣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觉得 我觉得去购物 已经没有办法 给我带来很好的动力了 因为他 因为在通过细数和 极简的过程当中 购物给我带来的后果 不将再是快乐和美好的 而是罪恶感 压力 浪费 这种的词在不断的提醒我 所以购物并不再像以前的那种 要玩一样 让我兴奋 让我快乐了 但是呢 我们这种购物狂呢 是不能逛街的 一逛街 可能就失控了啊 就是 啊 想要买呀 疯狂的买 疯狂的买 这就开始到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了解自己 在我们 要买 当你对自身的了解了之后 你就可以正确的和有价值的购买 变成一个理性的购买者 当你做了一个理性的购买者之后呢 你的衣柜里边将会充斥着所有你认为所有适合你 你认为怦然心动的 而且每一件都可以拿来马上穿的衣服的时候 你的衣柜再也不会有那种 我找不到衣服穿的那种感觉了 当你没有那种感觉的时候 你更加就不会去购买了 因为你有衣服穿 你里边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怦然心动的 你随便拿起穿件衣服都是漂亮的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说 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那个 我需要去购买这个 我需要去购买那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已经把购物狂的几个点都已经说出来了 如果你按照这几个点一录下来的话呢 你一定可以克服你心目中的 很多很多购买的这种欲望和冲动 包括有的人呢 他们不舍得给自己购买 或者是一种片面性的购买 比方说有的人 有一个观众朋友说他老公 他呢平时什么都不舍得扔 也不会乱花 但是他特别喜欢买吃的 因为这一点呢 我可以理解 我妈妈就是这个样子 我妈妈觉得买吃的就不是浪费 所以呢他舍得买吃的 我从小为什么这么胖乎乎的 因为我妈妈也告诉我 想吃什么就吃 只要是好吃的 花在吃的上面 你就可以去花 这是值得的 而所以呢 有的人就认为 那我就可以拼命的 花在吃的方面呢 我自己挣钱了不容易 我想吃点好的还不行吗 可以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钱 全部都花在零食上 或者是你买回来 东西吃不完 都浪费 都扔了 那个有价值吗 我们身边的人 应该尝试着跟他说 可以 你想吃吗 今天我们去吃龙虾 你想吃吗 我带你去吃鲍鱼 你想吃吗 我给你炖燕窝 我这只是打个比方 并不是真的吃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可能真正的是属于好东西 或者是吃一些 你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 对不对 而并不是吃一些零食啊 吃一些 或者是买一些东西 回来把它浪费掉 那如 与其你把它浪费掉 你还不如把这个钱存起来 去吃点好的 去尝一点新鲜的 去吃一些对身体健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慢慢的意识到 花钱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而并不是靠花钱来发泄内心的情绪 都知道挣钱不容易 可是花钱为什么要不负责任呢 一定一定要深思熟虑加思考 然后呢真正的把钱用在点上 我们可以花 我们挣到钱当然可以花 但是我们要做理智的购物者 我们要把我们这辛苦挣回来的钱 每一分都花在点上 而不是去乱购物 对不对 特别是呢 现在很多人跟风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 我之前也提过 这点更不可以 因为我们跟风的东西 绝对不适合我们自己 而我们买回来了 我以前真的是几百几百 澳币上千澳币东西买回来 而我只是因为别人穿着好看 所以我买回来的 但是根本就不适合我 我不是说我就适合便宜货 还是我适合贵货 没有这个说法 而是正确的颜色 正确的这个剪裁 正确的这种样式 必须要选对了 这东西不在于贵贱 而是要适合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刚才讲这一系列呢 大家可以排着 慢慢做 我敢保证大家 如果照着我说的 12345这样做下来的话呢 大家一定一定可以改变 你们购物狂的这个坏习惯 变成一个对买物品非常负责任 对自己的钱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 而我们不乱花钱了 钱存下来了干嘛 我们可以换更好的车 换更大的房子 或者是真正意义上的 寻求你精神上的这种快乐 比方说去把这个钱投在你的爱好里边 投在旅游 投在一些真正让你又享受生活 又可以提高精神 健康的身体 那方面的活动 这才叫真正的把钱用在点上 而不是一种盲目的 不了解自己的 胡乱花钱 花完之后得来的只有 从快乐变成忧郁 变成焦虑 好了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到好多好多的购物狂朋友们 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的生活质量越来越提高 用越来越好的东西 这样我们也可以推动社会去不再制造垃圾 全部都制造一些质量好一点的东西 来充实我们的生活当中 2019年快要来了 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 希望我们一起并肩 一点一点的做好几点 轻松愉快的跨入2019年了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